拜登宣布的重要舉措之一就是洛杉磯港口 也將校訪長灘港口將每週只工作5天 調整到每週工作7天 每日24小時不間斷運作 在進入美國的所有航運集裝箱裡 40%都要經過加州的洛杉磯和長灘港口 截至本週一 共有62艘集裝箱船 停泊在這兩個港口 更有多達81艘貨船等待停泊和射貨 而在疫情爆發前 船隻等待泊軌的情況很少發生 此外美國最大零售商旭爾瑪也承諾 7天24小時不間斷地將它的產品 由港口運到全美的商店 美國最大的兩間物流公司 聯邦快遞和UPS 也承諾大幅增加夜間運輸 內 ult訪地上有些情報 這些公司的密集裝箱 都要加示全民製造箱 但最大的一句話 達到群省的運輸 運行政法 現在古靖只是美國 協定最大的一句話 除了 機密集裝箱